全球金融時報公布了全球的富有國家排名 結果庭浩正很難想像 台灣名列14 甚至比日本 韓國 德國都還要更有錢 沒錯 如果我們觀察 這次金融時報所公布的數據 前幾名你看像是愛爾蘭 盧森堡 新加坡 卡達 沙烏地阿拉伯 瑞士 基本上都是一些很明顯 市場上購買力極高 或者受到一些能源資產拉抬效果之後 所造成的購買力大增 可是它統計的一個指標 我們要特別注意 我們看到的是GDP PBP Per Capita 我們看到的是絕對購買力指標 也就是說它其實衡量的 不只是你的總財富 絕對財富有多少 它是衡量你的實質購買力 比如說它統一可以用蘋果 可以用Mac來做計算 你一個月的收入 可以買多少支蘋果 多少支iPhone 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台灣是排名第14名 但是你說這樣子來看 難道它就會失准了嗎 基本上從全球在這兩年 所公布針對台灣 整體財富的報告當中 台灣都是名列前茅的 舉例來說 安聯集團所公布的 2022年全球財富報告當中 它衡量的是 全球金融的淨資產 是特別剔除掉 房地產的流動性資產 比如說股市 債市 台灣的部分它是排名第五名 一共13萬8千歐元 前幾名 還好前面 是美國或者我們看到 像是瑞士 丹麥 瑞典等等 所以台灣基本上在亞洲 如果是從平均淨資產來看的話 已經是亞洲第一了 瑞幸所公布的財富報告也是一樣 全球的部分 大概占全球第15名左右 是273,790美元 前幾名在亞洲市場當中 大概也只剩下香港和新加坡 也就是說 這兩年所公布的 全球財富報告當中 台灣已經完全超越了 日本和韓國 比澳洲 比韓國這些都好 沒錯 所以你必須承認一件事情 我們當然從平均來看 你會覺得 好像沒有這麼有感 但是至少可以承認 台灣的有錢 是真的很有錢 有錢到把平均數 整個拉到現在 這樣的一個位階 我們有一個 把平均拉高了 我們有一個指標來理解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了 你看2020年 台北股市被外資賣了多少 賣了5000億 2021年台北股市外資賣了多少 賣了4000億 2022年賣了多少 直接賣了1.2兆 所以從2020年以來 國際資金已經調節台北股市 賣了2兆 但是2020年台北股市是多少點 是8000點 現在是多少 即將要挑戰18000 快要挑戰18000 誰買上來的 就是這些有錢人 前陣子我還在看陳彥哥 他買很多債券型ETF 本來當天要下單買個100張的 不小心你賣賣到1000張 算了 隨便就下單好了 錢就是這樣花的 你以為這些股票是怎麼漲到現在的 你可以了解到 這個就是資產轉移的一個速度 我必須承認 就是說台灣其實有很多數據 你都可以看得到 這種常富愚民的現象 舉個例子來說 你像最近比較流行那個Johnny Walker 你看台灣越深 蘇格蘭威士忌 全球在2019年的時候 早就已經是第四大買家了 18年19年 這種台商回流潮 這種海外的購置量 就在大幅的盤寸當中 前幾名分別是美國 法國 新加坡 第四名就是台灣 台灣 台灣人有酗酒文化嗎 跟韓國比是在差遠了 但是為什麼喝這麼多 收藏用的嘛 比德國 日本都排名更前面 那還是19年的排名 如果我們觀察到整個2021年 台灣現在已經超越新加坡 成為全球第三名的威士忌 的進口國了 那我們都很清楚 當然台灣不能直接跟韓國 或者日本來比 日本喜歡喝米乳 南韓的部分喜歡喝燒酒 那台灣本身你要了解 在威士忌層面 它竟然進口量是全球第三 然後你又沒有很明顯感覺到 台灣有那種酗酒文化 就說明大家真的是 錢多到不知道擺哪裡 就買點酒 然後收藏一下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如果是以整個2022年到2023年 全球陸續所公佈的財富報告 可以顯示一件事情 貧富差距它是一個問題 但是你不得不承認 它的上漲是有到底的 你不可能因為這樣 台北股市從8000點漲到18000 就是說台北股市是泡沫 真的有這麼多人 把資金投回到房地產 投回到股市 投回到這些收藏品 所以是真的很有錢 沒錯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很多人投資的回憶殺 就是雙低族群 現在已經確定要翻身了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謝謝 謝謝 謝謝